第二大臣哈爾科夫房屋建築 早已被飛彈炸得面目全非 民眾好不容易逃出家門 往天上一看 而軍戰機飛過再投下飛彈 民眾嚇得奔逃 而烏戰爭看不見盡頭 第四輪談判依然沒有共識 烏克蘭方面直言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和膠著的 談判過程 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預計16號繼續談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法案 將向烏克蘭提供136億美元援助 拜登下週還將親自到布魯塞爾出席 北約峰會與歐洲領袖 當面討論情勢 至於拜登是否會跟烏克蘭總統會面 莎琪表示目前沒有討論到這個階段 另外為了挺烏克蘭 捷克波蘭斯洛維尼亞三國總理 抵達基輔會見澤倫斯基 當面表達支持 外交斡旋期盼終止戰火 但現在又傳出一名55歲的 美國福斯新聞攝影記者 扎克賽福斯基不幸在採訪 俄烏戰場中遇襲喪生 而這位衝進新聞直播攝影棚的女編輯 遭逮捕後整整兩天沒睡覺 被訓問超過14小時 再加上之前曾敦促民眾上街抗議 如果她被控散佈 俄軍假新聞的話 恐怕面臨最重15年刑期 俄烏戰火不停歇 俄軍甚至發布兩支影片 受戰果 展示繳獲烏克蘭大批武器 威嚇意味濃厚 美方則統計戰爭以來 俄烏雙方都使用了 大約90%的戰鬥力 俄軍已發射超過950枚飛彈 烏國逃難人數更是超過300萬人 戰火下流離失所 無辜百姓越來越多 記者綜合報導 這台水神生成機呢 它只有一個飲水機的大嫂 望望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日常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水神生成機在哪裡買呢 來 中天的觀眾朋友 粉絲朋友們 你們獨家享有這個好湯 請你上快點購 塑料有限 你要買要快